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亲爱的朋友 窗外已被拒绝 妈妈 她们抛弃了我 像歌唱一样 都抛弃了我 妈妈 我是多么爱你 当你沉默的时候 我爱你 只是 那些猛烈的情绪 在睡不着的时候 折磨着我 我的 早已死去的父亲 在没有星星的夜晚 看着你 妈妈 我会在夏天开放吗 像你曾经的容颜那样 妈妈 这种失落会持久吗 这个世界 会好吗 忘记 一些隐秘的委屈 在回头观望的时候 迷失了自己 我的 正在老去的身体 从后一点开始 正在渐渐死去 妈妈 我会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居然爱上了她 像歌唱一样 就爱上了她 妈妈 哪里有坏手一尘 这个世界 会好吗 我居然爱上了她 我居然爱上了她 当我歌唱的时候 我和你 这首歌叫做 这个世界会好吗 来自李治的 2014年的现场实况录音 欢迎收听FM96.3 阿利亚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 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在我们论事项邀请到来宾 就是远道而来的 来自南京的歌手李治 欢迎你来 大家好 我是李治 这是你第几次来台湾了 第三次 连续三年 每年大概都是年初的时候 办完了南京的跨年演唱会 就来台湾转转 早在四年前就已经计划要来 但是四年前那次没来成 今天这个专访 我等了四年 总算等到你了 抱歉 没没没没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录音的时候 李治刚刚在前一天办完了 台中Legacy的演出 而且马上就在Facebook上贴了说 那是你 你见过的最好的一间Live House 没错 我蛮惊讶的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 给他这么高的赞赏 因为我在南京也做了个Live House 然后呢 大陆的 不敢说所有吧 几乎绝大部分的Live House 我都去过 包括西方的一些我也看过 但是没有一间像台中Legacy这样 可以完全自己设计 在一块空地上去建造 我觉得这是对于每一个 做Live House的人来说 最大的梦想就这样了 就在一个空地上说 我们来盖个Live House 对没错 所以可以从蓝图的阶段 开始规划 没错 我想台中Legacy应该是 全台湾第一个可以这么干的 是吧 经营不容易啊 所以你能去看一看 我觉得很开心 我想今天应该有蛮多的听众朋友 可能还不认识李志是谁 与其我来做总结 一说说太多 不如让你自己来做自我介绍 说实话 我从我开始从事这个行业 我几乎就没有介绍过自己 或者说用现在的话 从来没有想过怎么去推广自己 所以包括在大陆 有很多经常有人物 说你们到底怎么做营销 到底怎么推广自己 我说没有啊 比如我们做演出 就发一个微博 或者一个微信的公众号 在大陆比较用得多的 是 所以刚才我进这个录音间 我的第一反应是 我上一次经电台采访 应该是20年前了 20年也是唯一一次 所以我很荣幸了 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是我很荣幸 那我们从头说起吧 你老家在江苏 你是出生在金潭这个地方 对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是金潭在大陆的行政级别里面 其实是一个县 它我们老家是在金潭县下面的一个村子 那金潭呢又隶属于长州地区 所以它是属于树南 所谓的鱼米之乡 但是我小时候 我们那个地方的经济其实特别差 我到现在还记得没有衣服穿 没有饭吃 曾经是真的是尝过贫穷的滋味 没错没错 我跟很多人一讲 他们都不相信 因为我小时候 我70年代莫出生 是1978年 对 所以我上小学那回 80年代初期的时候 真的是好多家也跟我一样 蛮难想象的 因为到你上小学是80年代中期了 没错 中国改革开放也已经好一阵子了 而且在鱼米之乡 对还在江苏南部 还有吃不饱没衣服穿的情况 对没错 那时候怎么挨过来的 你们家有几个孩子 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 你是独生子 对 我母亲是 其实我父母都是农民 那我父亲呢 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 不像现在打工是很普遍的形象 对 那个年代 他们还是算比较先锋的 是 外出打工 然后我家里的地 就我母亲一个人做 所以这务必会导致像我会帮助我母亲去做些农活 那个时候种什么庄稼 水稻 小麦 都种 所以 现在我还会割水稻 怎么去插秧 对 所以这一切都做过 江苏的米一年一货还是两货 一货 一年一货 对 它是夏天种水稻 冬天种小麦 OK 了解 所以是轮羹这样子 轮羹对没错 一年到头都有农活要忙 没错 种出来的这些庄稼 也都是得要拿去卖了换钱 没错 因为家里有很多要开支 像我们上学要学费 那一年四季 家里的人 像买一些 偶尔会吃到一点猪肉 我印象中可能一个月才会吃一次肉 种的 养的鸡呀 鸭也舍不得吃 因为那都是要换钱的 对 顶多就吃鸡蛋 是 这种状况持续到什么时候 过了90年 应该进去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印象中 那时候 差不多上初中了 对 知道那个时候饭是有的吃了 当然 在我上小学那会儿 没饭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没人给我做 因为我父亲在那边打工 然后呢 我母亲田里面 农田里面很多活 所以像放学 中午 我要回家吃饭 家里没人 经常我记得就喝碗凉水 或者去田里面拔两个萝卜 带回学校 就这样 上了初中之后 生活有明显的改善 对 你是差不多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 不只是流行音乐 可能学校当然会有音乐课 其实需要没有音乐课 你们那时候学校没有音乐课 所以我一直就没有从 接受过音乐教育 那你第一次接触到乐器 歌唱 听到音乐 让你有这样的意识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听 你会去认真听一首歌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初中 那小时候肯定会有 比如广播啊 电视机里面 可能会唱出这样的声音 当然我们家也没电视 很久以后才买了电视 但是真正去 你去喜欢首歌 或者你去找他听的时候 应该是上初中了 上初中 那时候听到的是什么 政治化 政治化 对 他在九十年代 特别火在大陆 对对对 他在大陆特别红 很酷 非常酷 那时候看到MV吗 没有 就是听到收音机里 他的歌声 对对对 那时候应该听到水手 对 星星点灯 星星点灯 没错 那是跟那个时候 之前在收音机里 听到的东西很不一样 一样的感觉 就是原来歌还可以这么唱 主要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很重要 就是 他的歌很上口 对 就随便什么人 你听两边 可能就可以哼起来了 对 他的副歌特别洗脑 对对对 没错 他的 对 他的普流行歌曲的功夫 特别厉害 其实说到这个 当年对于 对岸的文艺青年 起过这种 启蒙性 震撼影响的几个名字 从政治化 到更早一些 罗大佑 到后来 崔健的出现 很多人在重新 讲那个年代的 启蒙事正 还都在做歌词分析 其实他们都是 非常厉害的作曲人 对对 音乐的制作上 也都有很高的 技术含量 没错没错 我们都知道你后来又听到罗大佑的歌 改变了你的声音 对 那是什么样的过程 因为从这样的时间顺序算起来 罗大佑引进大陆的时间 应该是在你听到他的歌中间有一段时间了 是 我 其实我完完整整 非常认真的去分析或者去听罗大佑 其实已经在99年的时候 20世纪末了 对 20世纪末了 因为我在很长的时间内是在听大陆的摇滚乐 包括那个时候的所谓小远民谣 是 老狼啊 对对对 没错 就那个阶段是主要听那些东西 真正我 当然之前也会零碎听很多罗大佑的歌 是 但真正的去 一张一张的很仔细的 甚至把它归类去听的话 是到了20世纪末了 哦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 大陆刚开始有那个电脑 哦哦哦 对 对 所以可以上网找歌来听 对找歌 你可以一批批的下 完整的下下了 对对 差不多 我们就是那个时候Napster开始 对对对 开始可以下歌来听 但是哎呀 以前要花三年五年才能找齐的东西 一个晚上全部都找到了 没错没错 所以我是那个时候开始 而且整个那个阶段 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练吉他比较多的时候 嗯 所以我包括到现在的习惯也是 嗯 经常在一个播放器里面 嗯 放一堆歌 嗯 那一边听拿捷一边跟他谈 哦 对在构成里面就风序曲势了 然后用什么合声之类的 是是是 所以你现在回头想当年你在后青春期 听到罗大悠的歌 给你的那个启发 你会怎么去说他 我记得在 就可能一两个月前 台湾有一个舞美设计师叫奥马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嗯嗯嗯 他给我发了一份 一个关于罗大悠的小调查 哦 问了一些小问题 嗯 然后我就 我在回答那个问题的时候 想到很多以前以前的事情 嗯 比如说罗大悠有一首歌叫牧童 嗯嗯 你知道吗 是 我是记得我有一年冬天的时候 哦 那个时候我刚从大学出来 是 坐着绿皮火车 嗯 从南京去北京 那个时候要 火车要十五六个小时 哦 哦 整个一路上我就听了一首歌 嗯 就这首歌 哦 你反复听同一首 对 嗯哼 这首歌并不是罗大悠早期最 没错 大家最熟的歌 没错 就他 他的那个钢琴 跟那个铁路 对 没错 这个 对 真好听 然后你就在绿皮火车上 翻来覆去的听这个 让火车换换换换 嗯哼 冬天特别冷 嗯 因为一直往北开 嗯 然后那天的月亮也特别 外面风很大 那个时候火车不像现在高铁之类的东西 嗯 就是很很很烂的那种火车 我还没坐位票 我就往车厢的连接处一趟 嗯 说来这歌蛮有意思 因为罗大悠当年写这个歌 我现在去理解他 嗯 那是 那是他对一种田园木歌式的向往 对 他向往这个 对 但他的 他在当时的那个生命经历里面是 他要追这个东西 但追不回来了 是 所以他写了这样的歌 他早期还有几首 像稻草人 像蒲公英 嗯 都是这个路线 我觉得是那种 田园三部曲 是是 对 但是在少年理智的耳朵里面 我听到的全是孤独 嗯 孤独 我到现在都印象特别深刻 就感觉 我就是那个木桶一样 特别孤独 他是骑在牛背上 我坐在火车上 对对 与此区别而已 对对对 所以你你听这样的歌 孤独被他打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或者让你看到了什么以前没看过的东西呢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在这些歌的里面 我看 我听到的全是关于罗大悠的 他对生活的理解 嗯 包括他在这种理解里面很 不经意间表现出来那种才华 嗯 而且 这才我大的吓人 嗯 然后 我经常想 那个时候会想 如果说 我从事音乐 我能够写一首像这样的歌 嗯 我觉得 Anyways 这样都可以 嗯 后来你写出来了吗 你自己觉得 没有 今天我们在录音师现场邀请到的来宾 是来自南京的歌手李志 他第三次来台湾办年初的演唱会 而且今年第一次去了台中啊 呃 我听李志的歌算算天啊 好像也快十年了 哦 是吗 嗯 是 李志最近这几年 我们在每一年 几乎都会固定的发一张现场的实况记录 最近的这一张 应该是去年的演唱会实况吧 对 李志电声与管弦远 16年 16年的 跨年实况录音 没错 我们现在听听这个 呃 经过了多年多次改编 重新编曲 长得跟原来很不一样的这首 李志的歌迷都会大合唱的作品 黑色信封 听听歌回头来跟李志继续聊 从我的一个朋友里悄悄的来看我 他的眼睛像外面的月亮是有余的 抓起我桌上的那个苹果 轻轻的咬了一口 从上衣的壳袋里掏出一个星红 对我说 一些天就像过去那样 平淡的过去了 这同样的一个夜晚 那个朋友打来电话 他说 他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一个人唱着歌 我看着他留下的那个星红 响起他说的话 他说 这世界是不是我们的 我一带穿什么是什么 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我该有可能 他说 他说 这世界不该是我们的 他妈妈妈也不该 有的 我可是个男人 为什么把不起精神 你不该是我们的 我看着我 你会有什么 我看着我 我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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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晚上我等一个朋友悄悄的来看我 他的眼睛像外面的月亮是有美的 抓起我桌上的那个苹果 轻轻的咬了一口 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对我说 他说这世界是不是我们 我应该穿舍默契什么 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那该多快乐 他说这世界不该是我们 爸爸妈妈也不该有的 我不是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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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妈妈妈妈也不该有的 我可是可爱你 为什么大夫亲亲生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阿里阿 九六点三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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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把我杀了 我的胸壳 好像被他们堵住了 到了半天什么都没有 但你感觉心跳加快 头发气象去一个地方 到了之后又想回来 Zither Harp 够了先生 你能不能闭上仇罪 那些故事 和我没白毛钱关系 说了手机全疼了废话 我只想陪着困难发呆 夜晚好坏 夜晚好坏是夜晚的事 苹果烂了就该扔掉 我只想陪着困难 我只想陪着困难 别说停止 别说停止 哪有什么重新开始 一罐面包配一杯咖啡 是情话一滴滩构石 我只想陪着困难 这么没有试图跳下来 让我肆意抵抢意外 让我肆意抵抢意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你好 你好 生活 你好 你好 明天 明天 这首歌叫做你好 明天来自理智 在前年年底发行的专辑 在每一条伤心的应天大街上 欢迎回到耳朵界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刚才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唱到 一块面包配一杯咖啡 实情花意一滩狗屎 怎么没有石头掉下来 让我死于一场意外 要是没听歌光看歌词 可能会以为是一个朋克乐团的歌 而且跟现在台湾这两年 特别又风行起来的那种 愤世啊 厌世啊 是吗 有吗 是 这两年 小青青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那太好了 是 现在进入厌世跟愤青的时代 又卷土重来了 我觉得还蛮 中间蛮有呼应之处的 不过当然李志 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唱这首歌 这是前年年底发行的 目前为止最新的一张录音室专辑 我在想我们应该从何开始说起 我们回来谈作品 还是要谈产业 谈生活吧 李志这些年从来没有 签给任何一家唱片公司 从录音室的作品到办演出 全部都是自己干 这些年也组织了一个 规模越来越大的团队 事情也越做越有专业的规格 而且俨然已经成为 现在很多人眼中的标杆 有很多事情 你对专业的要求是比较严谨的 其实我很多这方面 都是跟香港和台湾学的 是吗 比方说我在十年前吧 我找江建民老师给我编一首歌 江建民 是 那个时候他在已经去北京了 那时合作印象给我特别深 可能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我们要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江建民 他是台湾特别重要的一位 录音师乐手 也是编曲家 他跟陈生曾经有过非常密切的合作 那错 对 红色气球那首歌的吉他就是他弹的 对 好 所以江建民老师后来到了北京去常驻 所以你后来有跟他合作的机会 我找他帮我去编一首歌 以吉他为主的 然后他的工作方式工作态度 让我特别惊讶 我第一次见识到原来是这么工作的 怎么呢 比如说他在给我这首歌定速度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我们以前在大陆 其实写歌也好 唱歌也好 速度呀 或者调性啊 种种之类都特别随意 就随便就 就这么差不多吧 很多歌是到了录音的时候 才去定这个多少速度 但是 我去北京到江建民老师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关于速度方面的东西 而且很神奇 他的那个 当时他用那个什么电脑 可以把歌按照速度来分类 然后他说你这个歌到底要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说了一通之后 很好 然后输了一个速度的 然后在他的所有的歌里面 把这一类速度的歌全部跳出来 他说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所以他的电脑里的档案已经照不同的速度 不同的节奏分类了 然后又跟我讲了很多关于速度 他说速度是一首歌的 可以说是一个灵魂 这让我挺惊讶的 当时 有意思 有意思 但后来我也开始体会到了 比如我们现在演出也好 排练也好 我们 Emo里面会带click 对 对 就是那个耳机的监听里面会有节拍器 对 那我确实是一首歌 你相差两个点或者三个点 是差异特别大 整个情绪差异特别大 所以那个是我从江老师这边学到的 对 所以话就说回来 就是可能很多在大陆的同行 看来我们做得不错 但是我很清楚 我是一直在学习这些最好的东西 去年年初 李志来台北Legacy的演出 我去看了 确实感觉到特别的严谨 但也偷偷在想 哎呀 要是可以不要这么紧绷 再松一点 好像也没关系吧 是的 这个 以前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自己也意识到 就我们内部也会讨论说 为什么我们要把演出搞得好像 在做一个很精美的法国大餐一样 每个都算好的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但是我是 想 我想的是 这些严谨的训练吧 我觉得是必须的 就好像 你必须要先学习数学物理 你再可以去设计一座大厦一个桥 在我看来 速度也好 相互的配合也好 默契也好 只要是属于训练里面的 到目前为止 我和我们的乐队 我认为还是在一个训练阶段 等到我这个阶段过去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开了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 我还是会想这样 尽量还是用严谨的方式 先把这个专业的高标做到 再来慢慢看能不能见山又是山了 对对对 其实好的时候跟踢球也是一样 踢球 你一个好的球员 他肯定是 事先会经过无数种各种各样的训练 标准训练 对你到了你成熟期之后 你可以随意的这么提 对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技术的话 肯定就下来 确实是这样 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 当然在现场演出 包括你这些年 跟你现在的这个乐队 现在你的乐队成员 在台上的人数有多少 基本上是加我的话 十一个 十一个人的乐队 就是在在整个中文世界来说 算是一个大编制 对没错 而且演出的次数 你有算过吗 平均一年唱几场 像2017年 我们应该是有60场左右的演出 60场演出 等于每个星期都有一场以上的演出 对对 所以慢慢慢慢磨 是 我们我也知道业界都很清楚 理智的那个对练团的要求 是很严谨的 这些都是对纪律的要求 对对 演出的纪律是一件事情 尤其是现在 我想现场演出环境 还有很多不可控的条件 对 音乐节倒是 至少以我所了解的状况 条件应该是有办的比较 往好的方向发展 没错没错 音乐人也照顾的比较周到一些 场地的环境也做的比较好一点 但Live House的变数就特别特别大 对对 那在录音室里面 那是另外的事情 是 在录音室里面做唱片 尤其现在这个行业已经不可能 以录音作品为本位去创造 对对对对 可是你作为一个独立音乐人 你可以决定你要分哪些功夫 做哪些事情 所以这些年也很明显听得出来 你在录音棚里面的磨练跟要求 也有明显的有品质上的提升 对 其实到现在经常会有一些朋友 或者也好听众也好 他们会大陆的 他们了解我 他们会问我说 为什么你不像以前那样 做那些简单的 甚至粗糙的那种音乐 其实我觉得 很冤枉的一个事情是 我不是喜欢那种东西 而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能力 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随着时代发展也好 个人的发展也好 到现在我有能力去把它丰富化 而且我喜欢这样的丰富化 所以自然我就会做的 相对来说比以前要 比较重要高一点 而且这个是慢慢要一步步学的 从单纯的自弹自唱 到找乐手来一块弹 然后找制作人 到有编曲人可以合作 然后从摇滚乐队的编制 扩大到加弦乐或者加管乐 每一关都要学 在现在这个圈子里 也没别的办法 只能自己硬干 没错 因为大陆的整个的 这个行业体系是不健全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 应该是第一个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在别人看来 可能会觉得 好厉害 你们可以第一个尝试 但是作为自己来说 就是冷暖自知 你第一个做 那别人为什么不做呢 是因为他困难太大了 所以很多所谓恶果也好 痛苦也好 才能自己承担 当理智提到早年的 比较粗糙的 就是你说自己还没有能力 做到专业的高度 但也就 就豁出去 就推出了的作品 我们现在背景听到这首歌 是2005年的范高先生 范高就是我们这翻译成范古 那个荷兰的画家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我记得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 这个版本的时候 我也觉得 这拍子是不是快掉快掉的 对 选也不准 选也不太准 当时是什么情境 录下这个版本 我早期的这几张 我认为叫demo 都是我和我一个朋友 在他们的公司的一个录音棚里面 那公司不是产品公司 是一个广告公司 因为广告公司实际上需要配音 所以用配音的配音棚 对 很简陋的 包括椅子都会有声音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好的吉他 所以说 KBENEO界也是 五六百块钱的木吉他 就这么录了 除了吉他和人生是真的之外 其他全是电脑做的 而且电脑 也是特别烂的电脑 然后盗版软件 因为在那个时候确实 没钱 就能力包括 其实也包括钱和你的关系 是 你可能喜欢某一个吉他的时候 但是 很多时候他不是钱能够找来的 那我在南京 别说 别说北京了 南京本地的很多人 我都不认识 所以就好像我们俩 每天都是这样子 你去操作电脑 然后我在这边 让我们俩一起做些media 但后来这首歌 变成了一个时代 大家传唱的歌 而且很多人心目中 变成你早期的代表作 变成经典作 这个反应应该是 你之前不太能想象的 我完全没法想象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都认为 我很幸运 在早期的时候 在这么粗糙的东西 而且是在国内的 所谓飞族人乐 最低谷的时候 做了这几个所谓小样 然后居然 大家可以喜欢 是 我自己在听 所谓中国新民谣 这个脉络 或者中国独立音乐 的这些作品的时候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从20世纪末 到21世纪初 很多独立乐队 或者独立民谣歌手的作品 并没有决定性的版本 对 因为最早推出的 那个录音棚的版本 有的根本也没有压CD 就在网上就放出去了 有的压了CD 但是录的真的很烂 是 所以后来就会不断的 在舞台上去完善它 去重新编曲 去让它发展出 不同的样貌 可能更逼近 创作人当初心目中 它该要有的样子 对 所以像 像范高新人 这首歌也是 就现在我们放这个 早期版本 跟李志辉 听了就觉得 哎呀 当年这个就 变成成堂正宫 特别羞愧 不过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 出现这个局面吗 我想过的是因为 在90年代 中后期的时候 台湾的 很多唱片公司 还有经纪公司 要彻底倒入 所以 一下子 像以前 他们像唐朝 或者都为他们一张专辑 可以花那么多钱 几年时间 几百个人帮你服务 去打坐的最精品 但等你们台湾人 回台湾之后 我们就 也没有人掏钱 也没有人知道 该怎么做事情 一团乱 何就是台湾人 不是不是 走得太早了 对 我觉得幸亏是有 是有那个IT的发展 包括互联网的发展 否则的话 那可能就断档 对对对 网络的崛起 让独立音乐人的存在 成为可能 也让散步在 这么大的国家里面 这么多不一样的人 有机会串联起来 所以在那个 我看了整个90年代末期 到2000年初期的 这个十年里面 大陆为什么会出现 所谓断档现象 唱片越来越低烈 有的就像我的 我从来不说 它这个唱片 就是一个demo 就是个小样 就是因为 又没钱 又没有技术 然后唱片公司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但是年轻人又想写歌 幸好家里有个电脑 像我还没电脑 所以只能借朋友的电脑 然后坐下这个代目 但我还是要回来说 最根本的事情 一首歌能够打动人 从来不是因为 它录得多好 没错 真的 所以这个歌 能够感动那么多人 当然也不是因为 它录得比较烂 这个东西有就是有 后面再怎么去完善它 它根本 根底的东西 就一直在这了 我们现在回头温习一下 这是2005年 李志的第一个版本的 范高先生 我们回头来 再跟李志继续聊 我们生来就是孤独 我们生来就是孤单 不管你拥有什么 我们生来就是孤独 我生来就是孤独 孤独的孤独的孤独 我生来就是孤独的孤独的孤独 孤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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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 我生来就是孤独的孤独的孤独 我生来就是孤独的孤独在孤独的孤独 我生来就是孤独的孤独的孤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看吧 在那镀镜的天空中 飘乱了死者弯曲的导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冰川鸡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人 看望巧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亲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待着紫绳索和背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 世界 我不相信 重视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就把我算成了几千名的你 重视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就把我算成了几千名的你 就把我算成了几千名的你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空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大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战折生存的风点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行动 正在追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相亲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 凝视的眼睛 凝视的眼睛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空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大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风点 新的团结和散散的行动 正在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相亲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 凝视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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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嘴巴 观看 vee baby 是baby 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穆志明 这是诗人北岛1976年的名诗回答 刚才听到的这个实况 是李志在2016年的跨年的演出 距离婉军 而且有很多的悲愤跟激情 这个是中国的朦胧诗时代 非常重要的开篇之作 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呢 后面称的音乐 是李志早年的一首歌曲 叫做广场的旋律 欢迎回到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在录音师现场 邀请到来自南京的歌手李志 广场这首歌 你在这些年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夹带出来 或者想办法 让它在不同的场合出现 当然包括刚才这首歌 虽然是北岛76年的作品 但是衬上了那样的音乐 时代的画面一下子又涌上来了 算算你的年纪 你是七八年出生的 所以80年代末期的那一番动荡 当时当下你应该还没有什么机会 直接接触到 没有 首先资讯的不发达 其实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上小学 然后在农村其实感受不到 整个时代的变化 所以包括文艺的启蒙 包括对文学产生兴趣 包括你开始大量的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 大量的阅读 那个都是离家读书之后的 大学 上大学开始 你大学本科念的是 自动控制 那个是你自己选择的 还是考上哪就去上哪 而且大学后来没念完 对没错 你那个时候就很确定自己要 以音乐为生吗 其实不是 我只是不喜欢学校 所以才出来 至于出来以后干什么 其实也不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都怎么办呢 我记得我在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 住在学校旁边的一个村庄 然后教年轻人弹吉他 那的时候学费多少钱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是80块钱人民币 十节课 十节课 然后通常来说一个星期一次 但很多学生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其实一年也就收到80块钱 那时候他们都要都要学什么歌 那个年代的港台流行歌曲 我也有 我记得像什么 人仍先骑了 心太软了 对 90年代的末期 包括动力火车 动力火车 迪克牛仔 迪克牛仔 对 就这一类 所以你那时候交情也得学 也得练一下这些歌 是的 有归纳出什么规律吗 那肯定是当时做了很多笔记 就是每个人的曲风 它是怎么一个构造 通常来说就是和声套路 对 那个做了比较 但现在估计都忘记了 80年代的时候的大陆青年人 曾经有过一阵子文艺风 对 最早最早我记得是读拉美文学 然后更早一些是现代诗 蒙隆诗的生日 70年 但是你还没出生的时候 拉美文学热过了一番 再来有国学热 是 所以你赶上了那段时间 那种气氛吗 我没有 我们其实在我们那个村子 外面或者说世界上 不管刮什么风 我们那边都是风平浪静 交通也不方便 主要是没有咨询 对 到南京之后才开始 接触外面的信息 说一句比较惭愧的事情 我在大学之前没有看过课外书 因为没有 没得看 没得看 像我们村子 我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有记忆开始 村子里面就一台电视机 然后我想收音机也没有 但是会有一个大的广播 那个广播的作用 大喇叭在村子中间 是 是痛大家 明天什么时候要开始 是梦药了 或者说后天又下雨 大家赶紧收稻子 这样的事情 偶尔会 在吃完饭 一般来说 在七八点的样子 会转播一下 线里面 电台的节目 那通常是 像 新闻联播 之类的东西 那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到的课外书 对你有醍醐灌顶效果的书是什么 王晓波的沉默的大多数 不笨杂光吉 当头一来就是王晓波 对对对 所以后来我看很多东西觉得比较弱子 就可能看了第一本科外书期限太高了 他教给你什么事情 因为他也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 首先我没看过科外书 我自己的名著 你只知道名字 因为他考试要用 对话他都没看过 第一次看说 还有人这么写 因为以前我接触到的文字 全是语文课本 就从来没想到 小说或者说 所谓的这文章 里面可以一二三四来帮你分析 其实我 包括我现在很多的做事的方式 甚至语言的习惯 受他影响特别大 非常理性的思维 他不是 像我早期受的那些教育里面那种灌束 他跟你讲道理 拜开了楼碎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这样子 为什么是错的 他一二三四五 而不是像 那的长期以来 其实包括到现在也会有 比如说 社会主义好 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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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跟你讲道理 只是灌束告诉你就是好 我们常常讲说 所谓的独立思考 这件事情 大家都把它看成是人生很重要的标杆 其实是很难的 没错 到底是独立于什么之外 不可能不受影响 对 所以你后来有自觉的要做这件事情 我有自觉 我一直在 包括到现在我也会 所谓的反思 比如说我在说一个观点的时候 我在想 为什么是要有这个观点 它是不是一个很片面的 或者说很随意的一个定论 所以我到现在也会 但我觉得跟我长期受的理工科教育 是有关系的 虽然只在大学读了两年 但是我在那两年里面 接受的理工科的思维的方式 做实验 包括种种之类的 其实都有影响 到现在都是 但是创作不可能全靠理性 没错 创作肯定是要有些激情 没错 而且诗歌有一些东西 必须是 它有时候最有魅力的 是那个不可解释的部分 对 也不知道哪儿冒出来 对 那个就要从生活里面去提炼了 是 就好像你刚才放的那个 2016年那个 回答那首歌 其实它是很偶然的 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设计的是 作为一场演唱会的 最后一首结尾曲 只是一个曲子 没有我唱的部分 然后在排练的过程中 突然有一天 我就想到这首诗 就随便就读了一下 觉得蛮贴切的 然后最后才会这样 是 但是从我有这个想法 到演出 开始可能也就两个星期 所以是两个星期之内 对 很仓促的 然后紧急的去联系 这个作者 要版权 所以你跟北岛的 版权经纪人那边有联络上 对 让他可以授权 没错 过程是还算顺利 还顺利 虽然他也不知道我 但是他觉得有人 作为一个诗人来说 有人喜欢他的诗 其实很好的一个诗集 很大度 因为他也是我们的长辈 是 北岛应该也是对 至少我这一辈的 台湾文艺青年 是有起过影响的 对 他当年在台湾出版过 好几本 包括三文 包括诗集 对 2017年 对 就是 前段时间 他不是在香港 做了国际诗歌节目 本来是叫我去的 但是我 因为要忙 那个 17年的跨年 是 所以就没去 也挺遗憾的 对 那个老崔也去了 对 老崔去了 好 既然李志南都来台湾 我们来播一些 平常不太容易听到的歌 广场这首歌 在2015年的时候 在演唱会现场 有一个改编版 对 我们来听听这个 2015的实况录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演唱会计方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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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逃端车要花销哪里 你在花行里快乐旋转 阿里安96.3 好朋友的平淡 欢迎回到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在录音时间上邀请到的来宾 是来自南京的歌手李志 刚才听了一个2015年的版本的广场 我在这些年 有机会在课堂上 跟我的学生们介绍 来自对岸的独立音乐 不管是摇滚也好名谣也好 从崔健开始放起 一路放放放回 放到近代的作品 我常常会放广场这首歌 放的是原始录音的版本 然后有时候也会放 Carsie Cars的那首广场 另外一首 你在你的这个歌词里面唱的是 如今这个广场是我的坟墓 这个歌声将来是你的晚歌 你会被教育成一个坏人 见死不就吃喝拉撒的动物 我就想到 钟云鹏在他的中国孩子里头 也说了类似的意思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了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 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然后我在听 比你更年轻一辈的Carsie Cars 他们唱的是广场上 曾经奔跑的青年如今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念 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广场 所以一路下来都没有出路啊 一方面要 好像要召唤一个大时代的灵魂 但另外一方面 到底召唤回来的是什么呢 那东西好沉重啊 但是你并没有绕开 你还是正面去面对这个巨大的东西 而且在你的作品里面 不断不断的在召唤这个 这是你作品里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面相 对 我觉得 历史也好 现在也好 它肯定是影响你的生活 至少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 我在写歌的过程中 我在表达我的看法的当中 不可能跟这个时代完全脱节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我们经常讲的公民责任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那么作为一个稍微有一点影响力的人 他应该是有这个义务去含蓄的 以安全的相对安全的方式告诉大家 一些可能被大家忽略的 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 在这样的两种想法之下 我们的很多行为和语言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但是呢 你又不能那么做 我记得 有一次我跟Landy聊天的时候 张培人 对 我说 虽然滚石也好 或者整个台湾对于 大陆人民在音乐的启蒙方面有过很大的作用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遗憾的是 当时他们只带来了音乐本身 而没有把一些价值观 或者世界观带进来 你跟他这么说 对 因为 Landy也特别好 所以我就直话直说 我觉得挺遗憾的 那所以 放到我们这代人身上 虽然有风险 你也知道 甚至我们在谈了这些话题 都会有风险 但是我觉得 人还是应该有义务的 我不可能像那些勇敢的人那样 去抗争去说 但是我更不想做一个买乖巧的偶像艺人 不要做一个怯懦的人 对 没错 你现在也是一个四岁女儿的父亲了 是 所以一定会想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以后女儿长大了 要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就像 罗大悦在《未来的主流》里面 想的那样 对吧 对 当《未来的世界》充满着一些陌生的旋律 你将会想起现在这首古老的歌曲 你会让女儿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她现在喜欢听什么 我不怎么给她听音乐 不怎么给她听音乐 对 我按她的喜好 她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有反应吧 其实四岁已经很有反应 她让我很奇怪 她的音准特别好 音准特别好 对 完全不像我 很多歌就是 有时候我睡觉前 我会叫她唱一些歌 当然也要同歌曲为主 那有时候会叫她唱一些 稍微复杂一点的 她也能记得住 很有乐趣 三四岁的小女孩已经很长心眼了 是的 我自己在听李志的过程 对我来说 醍醐灌顶的一张专辑是09年在鱼公一山的实况录音 这张专辑叫做宫体东路没有人 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人拎着一把木吉他就去唱了 我联想到陈明璋在80年代末出版的大学校园的演出实况 当时水晶唱片那个唱牌也是穷到不行 没钱让她进录音棚去录专业的东西 所以就带着录音器材去大学录她一把吉他的演唱 也没太发烧 就录得烂烂的 而且我记得中间还有 她的第二张实况中间有一段是那个袋子要翻面 歌唱到一半中间有一段没有了 她后来还回录音室去硬把他接回去 可是效果特别好 因为那个音乐本身蒸汽乱窜底气很足 非常动人就变成经典 我后来回头再想宫体东路没有人 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多人这么喜欢的一张专辑 其实我也挺那么的 就是你包括很多朋友他们也喜欢的一个 但是那也是特别偶然的一个事情 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厂牌叫窗口贴 后来很快倒闭了 他们当时的目的是为了记录一些现场 因为从大约07年开始 北京突然冒了很多lab house 包括鱼公一山星光还有毛 将近久之类的 所以他们几个在北京的年轻人 就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演出的时候带一个笔记本电脑 然后很简单的升卡 很无印记把现状录下来 所以等到我可能好几年前 我想在处理这个版权事情的时候 因为他虽然有协议但协议完全大致不记得了 也不知道扔哪边去了 然后流畅在网上的是一个压得很严重的MP3 我想把那个wave找到 原始的母带 对没有了 人也找不着了 人也不见了 什么合影完全不见了 但是好歹还是留下来 我当初应该就是在那个厂牌的网页上面找到的 他们那时候好像卖 他们是卖T恤 卖T恤挣钱补贴录音费 这个商业模式不行的 所以我觉得十几年前 其实我们说大陆这个所谓非主流音乐圈 其实挺有意思的 冒着很多新鲜的人和事情 大家在摸索 全在摸索 是是 09年的时候的气氛跟现在想想 真的是恍若隔世 没错 当时也很难想象到2018年的现在 对 不像北京会变成现在这样的 开墙打动的 统统都被赶走了 然后很多场地都不见了 那个时候随便唱着没人管你 而且我们也从来不觉得有危险 就是每天都这样 天天在一起唱歌 小丽 万小丽不是有一个外号叫中华曲库吗 他一旦喝多了之后 那怎么也得唱四个小时才下来 中华曲库 对 就什么歌都唱 就天天那样 万小丽现在酒也不喝了 对 一心向佛 没错 不曾经有过那一段 也是蛮奔放的 是的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人民不需要自由 历来也有好多种不同的版本 在鱼公一山这个版本 是我应该是我听到的最早的这个版本 所以印象最深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在南京见面的时候 我还问过你 说父亲只留下了带子和被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 你那时候说跟你父亲打工的经验有关系 对 没错 没错 一般他们 包括现在 你到了 对就这个时候 春运 所谓春运阶段 去车站也好 会看到很多农民工 他们返乡 很多人也会带着被子 就一卷被子 捆着 背在被上 然后带子就是工具包 对 没错 所以那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我父亲出去打工 过完春节出去打工 会带上被子走 然后用个带子装的 或者带着里面装一些工具 是 所以把这个写到了歌里 对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当年听到 让我很震撼的一个版本 人民不需要自由 来自理智2009年 鱼公一山的现场实况 有人沉默着怪话 有人怀疑着生活 明天他们在歌唱 人民不需要自由 人民不需要自由 这是最好的年代 人民不需要自由 这是最好的年代 围围围围围围围 拉拉拉拉拉拉拉 围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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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信留下了一切 除了银子和太子 她一直想告诉我 任命不需要这样 任命不需要这样 这是最好的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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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不需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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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不同的文化 美好时刻要与你分享 阿里亚九六点三 李志刚有话想说是吧 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在想 其实那个时候的愤怒都是真实的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鲁莽的 鲁莽的 年轻就那个样子 所以也可以理解 口没遮拦 就不经过思考 有的时候有点人来疯 愤亲 但这首歌其实最早的时候 跟政治也好 反抗也好 没有任何关系 我记得我是很多年前 我在一个酒吧打工 唱歌 然后那个酒吧的路口处 我印象特别深刻 是挂了一幅 Bob Marley的那个肖像 Bob Marley 对 然后每天都会看到 又每天去上班 是 那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 突然我在那个门口就停了下来 看了很久 然后脑子里面一直 冒着两句话 就是 人民不需要自己做最好年年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在做 做Pub的时候 有的时候高兴的就会在 演出结束 大家一起见 正好那天 大家就上台去见 然后有个人说 我们走一个套路 就这个合成套路 2516 然后做了个 reggae 做了个雷鬼的拍子 对对 然后很这样的 我觉得在那边哼哼哼 一再重复这两句 然后后来等到 录这个demo的时候 就把它加进去了 很多歌这是临时写的 但是也很奇怪 然后有一段时间之后 大家都觉得这是 那个意思 然后我好像也跟着会 觉得那就是那个意思 会这样 是会这样的 是的 很有意思 因为作品一旦出去之后 就不再只是属于你自己 没错 有不得你了 而且有时候会发现 对群众的解读 好像比我的初衷要更好 YouTube的One 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它本来是很私人的东西 后来就被扩大解释 成了一个anthem 对 罗大佑的金城叶也是 他本来写的是台北 是吗 想不到 88年就出了 金城叶他本来那个歌 叫台北金城叶 是他从香港回台北 发现台北变化好大 他去看那个半夜 还没打烊的大舞厅 里面歌舞生平 这个纸醉金迷 觉得这实在很震撼 就写了金城叶的歌词 没想到后来 跟北京发生的事情 整个是可以 画面是可以合起来 他也乐于接受 这样的解读 但是我多半会去澄清一些解读 尤其是在对我有正面的时候 就我特别不喜欢 因为误解两种 一种会对你有好处 一种对你有坏处 那基本上对我有好处的误解 我都会去澄清 因为他不是这个事实 对那对我有坏处的误解 我可能看情况回去澄清 这样子 我还是比较喜欢 就事实是怎样就怎样 尤其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记得 我们在16年跨年之后 有一个就发了那张现场的CD 好多评论 其中有一条评论 点评特别高 说李志悦的他们为了这个现场演出 在场馆排了半个月 说每小时电费多少 一共电费花了多少 我好像看过这篇文章 对对对 就还显得你特别职业 特别认真 而且特别特别费钱 对但实际上不是 所以我必须要说 这没有这回事 场馆不大可能 封馆半个月让你练段 对对对 所以国内有很多的这些 我所谓的年轻听众 他们其实很多时候 缺乏一种常识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不说真话 但是不能让假话 冒得那么远 我还是觉得 实事求是挺重要 真话不全说 假话全部说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现在基本上也这样 是 不过随着这个 影响力越来越大 网络上的声音 会越来越多 一定也会扰乱心智 对 这些年其实你在 大陆的网络的世界上 也时不时就会 惹来一些议论 对 后来你也找到了一种 跟这些议论 没错 怎么样去相处的方式 花了很长时间 我觉得网络特别容易 会把某一个点扩大化 但实际上事实不是这个样的 以前我记得韩寒 曾经有一篇文章里面讲过 不是韩寒 不是韩寒 是 是某一个人 他说 如果你上推特的话 觉得疯了 明天中国就要大变化 但如果你去菜场一看 跟昨天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网络也这样 就是会所有人在网上 在骂你或怎么样 但你主要介绍 其实大家就 跟什么都没发生 一样 是 就是键盘悄悄就以为 自己参与了公民事件 对 没错 很多时候 我觉得有些工作人物 他是自己被自己吓坏了 我们这边多年来 都有一个说法 叫万人响应 一人到场 李治的作品 当然除了刚才听的这几首 比较有棱有脚的 对时代发生的 不吐不快的东西之外 还有我们刚才听到 更早一些的 有点愤青的 有点颓废的歌之外 还有一些是 触及到很多人心里 很柔软的部分的歌 我们现在背景听到这首歌 是16年 不差电演唱会 关于郑州的记忆 你真的走过很多很多地方 是 从很穷的时候到现在 你发愿要走遍全中国的 对对对 340 334 334这个数字是 怎么出来的 大陆的行政级别是 中央省地级市 那地级市呢 一共有334个 所以要走遍334个地级市 对 主要是在这地方做演出 是 但其实大陆的每一个省 我都去过 在我恒猛年纪 完成这个事情 我个人比较喜欢 就是去赚一下 所以即使在我很穷的时候 我也会尽量几点钱出来 用现在说的就穷游 是 那个背包壳那种 年轻时候 我们听听这首 不差电版本的 关于郑州的记忆 回头来我们跟李志继续聊 我记转过他年轻的脖子 直到今天都没有删去 关于争论我爱的全是你 关于争取我想的全是你 关于争取我想的全是你 想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 关于争取我想的全是你 爱来爱去 不明白爱的意义 感谢观看 关于争取我想的全是你 关于争取之事 哦哦想起 牵着它的味道都在回忆里 每次和朋友聊起过去的旅行 我不敢说我曾去过哪里 关于争取我想的全是你 想的生活无非是痛苦和美丽 关于争取我爱的船是你 爱到最后我们都无路可去 世事熬飞或是世事可畏 有情有义有识有迷无尊 时间改变了很多 有什么都没有 让我再次拥抱你 绝绝 阿利亚 九六点三 今天在录音室现场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南京的歌手李志 你在从八年前开始是不是每年跨年都会在南京 对 办一场跨年的演唱会 对 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比较小的场地 第一年办的是多少人的 一个六百人左右的小剧场 然后2017到18年的跨年 对 到了多大的场地 一万人 一万人左右 一路下来八年的操练 这中间也是相当相当不简单 可以这么说 这个跨年演唱会看起来是要慢慢的买锅造饭 一年一年办下去 其实我打算再做一两次就结束 是吗 我以为你会像陈生一样办到眼看快三十年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刚开始做跨年的时候 其实也非常偶然的 并不是说想做这样一个演出 而是我记得南京的演出场地或者Live House已经太差了 没法演 那我就每年生活在南京 我就想每年在南京做场演出 所以当时就想OK那就做一个稍微正规一点的吧 至少不管从设备也好怎么样也好好一点 有了这个动机之后就开始做了第一次 然后他的其实他对我个人来说的主要变化是 我不再依赖于场地原有的设备 所以从第一年就是租赁各种设备 包括一些人员全从外地来的 基本上除了我们乐队之外都是全国各地的工作人员 来参与这样的事情 越往后做他的影响力当然逐渐的增大 对我们的性质也在提高 我记得在13年14年的时候 是我个人对于做跨年最有兴趣的时候 那到了现在其实做的很痛苦 17年的跨年 我一直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做 那为什么会痛苦 其实他的根本原因就是 我找不到新鲜的内容 音乐本身的内容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尝试过像管弦乐 今年尝试了爵士乐 然后以前尝试过管乐 甚至不插电 种种之类的风格 我特别怕那种一层不变 你知道在大陆有很多乐队 其实台湾应该也有 就几十年一首歌就这么演 编曲都不换 我完全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 没有新鲜感 你得变换一些花样 让人自己不会厌烦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每年跨年都在找嘉宾 那嘉宾都是要我喜欢的 然后这么多年早下来 我喜欢的越来越少 而且越来越难找 所以这也是个头疼的事情 我们甚至想过在 刚刚过去的这个跨年里面 不早嘉宾能用脱口秀的方式 脱口秀 或者让找一个人说相声 这样 太难办了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在18年 或者19年就停掉了 这样子 不过说起来像我们所崇敬的那些 夕阳摇滚乐或民谣圈的那些老炮 几十年一直都在路上唱 有很多不同的典型 像Lenor Cowen好了 他就在他晚年的那几次巡演 他把他的歌重新编过 找了一群世界最好的好手一块 你去看过一字他的演出 对不对 非常感动 我是10年在瑞典看的 也是内容行业里面的某一场 当时看完之后我特别羞愧 我觉得 我们这么年纪轻轻的 天天游山玩水 喝酒了 吃饭 聚餐 完全没有认真工作 他那时候已经70多了 唱了三个半小时 是 我都疯了 我真的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晚年的那系列巡回 他有一次一路唱唱了四五个小时 就是一再的出来encore 全场都疯掉了 我看到那些也是反了三次 或者像Bob Dylan 他当然不会一次唱三个半小时 大概就是90分钟100分钟 但是他的歌唱了50年 然后编曲会一直变 变到你都认不出来为止 没错 Bob Dylan有个说法 我觉得很有很有趣 他说我的原始的录音 从来都不是完美的 是 所以我没有必要重现 唱片里面的那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说起来 放在你身上也合适 对 就是你从来也没有把你原始唱片版 看成是决定版 所以你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你可以尽量去玩吗 Bob Dylan可以说是不完美 但我的原始的那个版本是糟糕 所以我更加不能用 但是你竟然会说音乐的内容上 找不到让自己兴奋的材料 对 因为我一直是 一直是认为 我在无数的场合说过 我是一个音乐材料很普通的人 所以我对自己 我到包括到现在 虽然在内地有那么多听众 我们的门票永远是一票难求 但是我很清醒的知道 我的音乐材料是很普通的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跟我们乐队讲 我们一定要努力 奔鸟先飞 虽然我们没有才能 但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弥补很多东西 那么在编曲上的改变 包括乐队整体性的进步 也是努力的主要方向 所以我一直觉得 那些靠天才吃饭的人 其实很幸福 他们随便怎么弄 可以说也很粗糙 但是是天才 这个东西有就是有 你也是有的 对 这就是你没有办法 他天生的 对 跟相貌一样 对 但是除了天才之外 除了运气跟天才 也肯定需要努力 不然这个事做不长久 这个是这一行永远以来 没错 你有天才又努力 也不一定能成 没错 没错 你还得有运气 但你只有天才跟运气 也不努力 也不行 是的 这个事情永远是这样 是的 所以我以前也经常说 其实我在大陆 并不是说我做得多好 而是因为我的同行太懒了 真的 经常这么讲 他们太懒了 完全就现在的状况 大家的这种工作的态度 都谈不到拼天赋的时候 所以你稍微努力一点 就会觉得比他们要好一点 还不到拼天赋的时候 完全没到 说真的 这十多年来大陆的现场音乐场景 尤其是音乐节的这个场景 我觉得也是一段魔幻之旅 没错 让多少独立音乐人 有办法买房置禅 养孩子 但是这个局 也不可能永远是这个样子 我一直认为是一个虚假繁荣 虚假繁荣 但是你有从大方面讲 我觉得是个好事情 让这些从业人员 生活有所改进 然后因为能够赚到钱 所以可以刺激更多年轻人 来参与这个行业 这是一个好事情 绝对是的 如果像二十年前 或者三十年前 这个行业一直在没钱 然后那厉害的人就不会过来 只有没事情做 或者其他事情做不了人 才来做音乐 那就完蛋了 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 虽然说这个状况有所改变 但是基本上也是一个常态 就是我一直认为的 我们大陆的现代音乐 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 普遍的不管是知识也好 素养也好 才能也好 都极差的 我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一个特殊的国家 整个中国是在还来不及建立起唱片工业的状态之下 就跳过这个阶段 对对对 所以就不需要唱片工业了 所以慢慢慢慢 所以为什么 我经常说 为什么娱乐圈或者像电影 流行音乐 他们会那么相对来说那么繁荣 就是因为有钱 有钱对年轻人冲击很大 是是是 确实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资本很惊人的时代 投入到流行文化 当然音乐行业也与路共沾了 虽然不是重点的部分 但是也很惊人了 希望在这样的局里面 会冒出一些不一样的奇花议会 我也这么想 好 今天很高兴能跟李志聊了这么多 这是你20年来的第一个广播通告 我刚才在楼下的时候 跟邱简还说了 有个误会 不是20年 好像10年 10年是吗 就是07年的时候 好 但是感觉已经恍若隔世了 对对没错 特遥远 然后只是人生第二次 人生第二次吗 对 好了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在录音室里再见 那我们就约好了吧 下次我来台北的时候我们继续 好 讲好了 不能黄牛的 不会不会 到时候希望又能听到你的新作品 好 也希望你能够尽早找到 让你兴奋的音乐材料 好的 好的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哈劳的音乐小酒馆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我们下回见了 谢谢李芝 谢谢 拜拜 如果我们就要结婚 你怎么能受得了 宝贝 别在夜里 等我 我已经不会经常想他们 若是过去 只能全忘记 你不相信我 也不会再说 宝贝 随便吧 随便吧 我想和你在一起 就算我不爱你 宝贝 宝贝 任何人 一场有限 我愿以为你死去 如果我还爱你 宝贝 伴着活着 也没一夜 我要和你在一起 宝贝 就算我不爱你 就算我不爱你 宝贝 任何人 一场有限 我愿以为你死去 如果我还爱你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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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